注意看 这个医生叫小帅 人送外号脱发终结者 在来B站的两年时间里 他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终于 他发现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发现了有这些特征的人 一旦脱发 脱发就不会再生 第一 喜欢拖延的人 我脚后退了 不急跟他耍耍 发际线后退了 不急跟他耍耍 头领稀疏了 不急跟他耍耍 当你光明顶的的时候 完了 抹成替身的 很多同学呢 都是脱发初期不重视 脱着不治 但是很遗憾 当你发现 你的脱发部位的头皮 已经几乎光落的时候 你的毛狼 大多已经病入膏肓了 这个时候呢 用药和养护等常规手段 已经无法挽救了 我经常给大家强调啊 知性脱发 是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过程 如果你不采取措施 遏制双亲高瞳 任由他肆意清洗你的毛狼 那么你注定 就会过上自己痛苦 毛狼痛苦 但双亲高瞳快乐的生活 第二 喜欢抠头上痘痘的人 有同样癖好的同学呢 可以在弹幕上抠一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 沉迷于爆疆 无法自拔 头皮长痘痘 小笼包 其实呢 是典型的毛狼炎的症状 这是一种毛狼 及毛狼周围 细菌感染 引起的炎症性 化龙性皮肤病 我们头部皮脂腺发达 油脂分泌旺盛 再加上毛发覆盖 很容易滋生细菌 这也是毛狼炎发病的温床 大多数呢 反复拦愈 其中比较大的丘症狼肿 还可能会对毛狼产生 暂时或者永久性破坏 出现脱发 得了毛狼炎以后呢 一定记住 不要抓牢头皮 要注意饮食清淡 既烟酒辛辣 油腻的食物 同时注意头皮清洁 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外用抗菌菌制剂 或者药膏 以上两种呢 是我在看症中 遇到的最多的 不肯定性脱发 除此之外呀 还有斑痕性脱发 外伤性脱发 以及拔毛屁 等等精神性因素 导致的永久性头发 做这期视频呢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杜绝以上行为的发生 回头是岸 我们的毛狼很珍贵 损失一个就少一个 无法再生 也希望大家在毛狼生病初期 就要引起重视 发现自己的头发 出现掉发量增多 出油量异常 额角后退 头顶吸收 发疯变空 等等 如果不方便 到院就医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单独私信问我 我每天只要有空 就会帮助大家 分析一下头发情况 希望能尽我所能 为大家解决脱发困扰 帮助大家恢复隆密